一直以来,西方人都认为中国制造与主流技术有一定的差距,尤其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,更是被认为作战性能不佳,但是,我国却一再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,久而久之,西方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。 近日,一位美国人就高度评价我国自主研制的战机,认为肩负实战机已经有了F-22、F-35等战机的共同之处,众所周知,F-22、F-35不仅是美军的主要作战飞机,同时在全球范围里也有极高的知名度,苏负-57、苏负-35也是俄制战机的主要代表作,在美国人的文章中提到, 肩负-10战机已经与这些战机有了共同之处,成为当前为数不多的装备推力矢量发动机的战机之一,反而比名声大造的肩负-20更令人意外。 其实,早在上个月航展举行的时候,装备推力矢量发动机的肩负-10B登场时,来自四面八方的赞叹声就不绝于耳,确实,15分钟的表演,三次眼镜蛇机动动作,令人相当震撼。 该项目总设计王海峰指出,由于肩负-10B是单发战机,采用的是轴对称360度偏转的矢量喷管,对发动机提出了气动、载荷、控制等一系列挑战。 而肩负-10B推力矢量技术验证成功实现了创新突破,肩负-10B推力矢量验证机,可见,肩负-10B推力矢量验证机的亮相,反映出肩负-10B推力矢量验证机拥有全新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技术。 当然,美国人也指出,虽然这些战机有共同之处,但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地方。 例如,F-22战机只能向上和向下移动24度,但肩负-35和肩负-10B拥有一个3D引擎,可以上下左右自由变换。 最近一段时间,国内比较火的消息恐怕就是,我国从俄罗斯采购的24架苏富35战机正在陆续完成交付。 央视网还报道称,我国可能又购买了一批苏富35战机。 美国人认为,肩负石油国产波上发动机提供动力,可以被视为中国成功逆向设计苏富35的发动机。 如果是这样,我国最近购买的苏富35战机可能是最后一次。 与此同时,美国人在文中指出,没有其他中国制造的飞机,包括最新的肩负-10C战机,以及最先进的继任者肩负-20隐身战机。 不得不说,美国人此次似乎有些判断错误。 其实,按照肩负-10B推力矢量发动机的发展,基本可以预见,未来我国还会有更多的战机装备矢量发动机。 肩负-20隐身战机发动机喷口,就像是上面所提到的继任者肩负-20隐身战机。 诚然,优异的成绩都得来不易,但我们也不会就此止步。 肩负-20隐身战机的总设计师杨伟表示,推力矢量技术是一种通用技术。 因此,不仅肩负-10B可以运用,未来任何异型战机有需要,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进行应用。 至于肩负-20隐身战机是否会应用? 相信当时杨伟总是笑着说出你怎么知道还我们没用呢? 韩莉莉在目,美媒曾经分析认为,肩负-10B推力矢量验证机的设计,非常类似F-35隐身战机,目的就是为了改善飞机的后向隐身特性。 由于中国掌握了这个仅有少数国家掌握的推力矢量技术,因此未来肩负-20改装矢量喷管应该不存在技术难题。 丁允,众所周知,中国是首个引进苏富-35战机的国家,并购24架,总共花费了25亿美元。 据媒体报道,近期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已经向中国交付了最后一批苏富-35战机,至此,这笔交易算是圆满达成。 不过,很多军迷从2016年该订单签订之日起,心中就产生了一个疑问,中国当前不仅有同类型的肩负-16战机,而且还要比苏富-35高一个档次的肩负-20战机,那为何还要偏偏引进俄罗斯的苏富-35战机呢? 更何况,此次交易的苏富-35,四代机,单价高达1亿美元以上,不仅比一架肩负-20,五代机,的造价高,甚至跟美国F-35隐身战机的售价都相差不多,中国这么做到底试图什么呢? 其实这主要有两个原因,第一,自然是军事需要,苏富-35可以说是俄罗斯第四代战斗机的巅峰之作,作为单纯的空战战机而言,它的机动性超过苏富-27战机,作为多用途战机而言,它的预警和电子战系统配置也远超苏富-30战机,对此我们在反观中国的肩负-16战机, 它严格意义上讲,其实就是苏富-30MKK的加强版,性能与支部相上下,但与苏富-35比起来,那就差了一大截了 另外再说肩负-20战机,很多军迷喜欢拿苏富-35和肩负-20对比,其实两者本身就有带次差别,苏富-35再怎么强也绝不会是肩负-20的对手 但除了隐身性以外,苏富-35也确实有很值得肩负-20学习的地方,比如矢量发动机,超强的载弹量和过人的稳定性,过在超过10G,通过以上可以看出 俄制苏富-35的确可以称得上四代机中的王者,别的不说,就凭连美国都造不出来的战机这一点,中国也得引进几架来学习一下 第二,中国引进苏富-35战机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政治考量,军迷可能知道,原来俄罗斯有两家超级战机制造商,一个是米羔羊,米格系列,一个就是苏霍伊,苏系列 两者在俄罗斯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成飞和沈飞,堪称是俄罗斯航空业的两大支柱企业 然而就在2006年,苏霍伊和米羔羊合并组成了一家新的企业,也就是现在生产苏富-35的联合航空制造公司 合并的原因也很简单,就是因为缺钱,苏霍伊凭借苏富-30战机在湖口,而米羔羊几乎已经停产 所以俄罗斯想要研制五代机,就必须让两家公司合并,否则单凭两个半死不活的企业,很难接到新的订单并留住科研人才 至此,苏富-35战机就应运而生了,那么假如中国不买,这个联合公司又该怎么办? 我们从此次俄联合航空制造公司交付苏富-35战机的进度上就可以判断出 他们的确是专门为中国生产苏富-35战机,否则也不会这么快交付 不过,从另一个角度看,也说明联合航空公司并没有拿到额外的订单 只能依靠中国这笔钱来维持企业运营 说到底,中国这次是在帮普京,买苏富-35就相当于给俄罗斯研制第五代战机提供资金 而军迷都知道,如今的中俄就像三国时期的属无,只有互相支撑才能维持战略平衡 世界各国空军经过多年的发展,已经越来越重视战机的隐身性能了 一方面有实力的国家开发全新的隐形战斗机 另外一个方面,很多国家将现役的老旧战机纷纷换上低可视度迷彩 就是为了在近距空战时,减少被对方目视发现的机会 而东亚这个国家却与大多数国家背道而驰 这就是日本航空自卫队 这支与众不同的部队是驻扎在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的飞行教导团 也就是空自假想敌中队 目前全球的假想敌中队最著名的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几支部队 这些部队的战机主要是F-16和FA-18大黄蜂 其采用的彩绘也是与假想敌的国家现役战机相似 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假想敌中队的涂装 与周边国家的现役战机完全不搭边 小编翻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相似的机型涂装 可以说这个中队的F-15JDJ战机一个比一个花哨 但是看看这架F-15JDJ战斗机座舱里平显蒙布上的标识 大家应该知道这些战机主要是模拟哪个国家了吧 空自一个7个F-15JDJ战斗机中队 其中有两个部署在北海道 两个部署在北陆地区 一个部署在北九州 两个部署在冲绳 可见其针对性很强 据航空新视野小编现场实胎 这个中队一共15架左右的F-15JDJ战斗机 而涂装的种类超过10种 这里不得不感叹作为一个动漫大国和二次元发达的国家 日本在这方面几乎达到变态的程度 据小编观察 这些涂装过两三年就要小改一次 有的甚至完全大改 用国人的话就是瞎折腾 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 大家看一下这架F-15DJ战斗机前座飞行员 采用了全新的头盔瞄准器 据日本媒体报道 这款头盔瞄准器的性能与美国的同型装备相当 主要是与日本国产的AAM-5先进进具空空导弹联动 从而提高战机的进具格斗能力 另外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-2AB战斗机并没有挂载这一装置 也没有配备AAM-50弹 飞行教导团的F-15DJ战斗机 基本上已经完成的F-15DJ形态一型的升级 主要特征是换装APG-63V-E雷达 配备AAM-4中具空空导弹和AAM-5近具空空导弹 空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要弱于亚太地区美国空军自用的F-15CD改进型号 关于空字的假想敌涂装为何如此花哨 同时外形又不能模仿周边战机 据日本网友询问空字飞行员 空字飞行员称 这些战机主要担任模式